统一集团吃下加勒服之后 对于零售版图的到底会怎么样变化呢 幼稚要带我们看门道 好 谢谢佩琪 全联跟统一要争零售一哥的地位 其实已经缠斗了九年之久 这九年以来 罗志坚被形容有一项精算 也有一项失算 我们先来看罗志坚精算了什么 这一次他可能是采取了钓鱼策略非常的精算 所以买到加勒服的价格是非常漂亮 其实去年以来 加勒服就不断传出要出售的事情 但是罗志坚都是按兵不动 就算媒体怎么问 他也都只是淡淡的回一句 我们就照着剧本来走 照着时间来走 其实罗志坚在等一个完美的时机点 这个完美时机点就是现在 因为现在股市下挫 以及经济下行的风险 所以让加勒服也考量到 如果现在再不卖股权 到时候价格只会越来越低 就让罗志坚在这个时间点捡到了便宜 但是罗志坚失算了什么 可能是他在人事方面有失算 眼睁睁看着是流通教父徐崇仁 从原本的统一超商总经理 转任了全联实业的总裁 为什么这一位统一的智囊团 会转头向全联的怀抱 其实可能要从2010年说起 当时其实是罗志坚刚接班统一的总经理大位 还没有很多年 所以他急着把大权握在手里 当时统一就成立了一个投资审议委员会 而且还传出了这样子一个小故事 好像是要架空徐崇仁 就传出当时其实一个日本统一的子公司 想要人事异动 已经通过了徐崇仁的同意 但是后来又硬生生被这个投资审议委员会 给打了下来 这可能是这两个人埋下的第一个心结 后来罗志坚还说 统一集团的人60岁就要退休 连高清院也不例外 似乎就是要按指63岁的徐崇仁应该赶快退休 所以等到了2012年6月的时候 统一超商董事会就宣布由陈瑞棠来接任总经理 而原本的徐崇仁则是从董事名单除名 当时的徐崇仁到底心有多寒 当时他已经在统一待了35年 但是这是他35年来唯一一次缺席的股东会 对比之下统一的给人的感觉比较冷冷的 但是全联的董事长林敏雄非常热情 非常低姿态非常多次的来拜托徐崇仁 可不可以来帮忙接掌全联 而让罗志坚最失算的事情是 他不知道徐崇仁在整个零售业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所以当时根本忘记签禁业禁止条款 眼睁睁看着伙伴变成了竞争者 而这个徐崇仁也非常的厉害 他带着全联从2013年营收700亿 成长到了三年后的1000亿元 成长幅度是达到了50% 所以就有人说罗志坚恐怕是有点失算 如果他当时选择跟徐崇仁继续打拼 也许不会是统一跟全联的双强对决 今天已经是统一的一强度大 再把时间还给佩琪 看盘不亂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